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给电动者上牌 先到这个查验局 查验局 等一会儿把这个资料交给他 去这个 这个阳谷的车辆车 告诉我那边办不了 然后去这个 卖车店里办 结果来这个店里办了 一顿拍照 然后就可以上牌了 今天我问了绿牌就直接可以拿走 上号牌了 上了阳谷的牌 320 2722 好了 准备回去了 这里呢是阳谷港 现在我在阳谷大桥上 这个电动者上牌啊 也并不是很复杂 就是只要你把手续带全了 特别是发票 一定要带好 自己身份证带好 因为需要你手续身份证照相 这样就可以上牌了 上牌的过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把基本信息都录入一下 录入之后呢 然后拍照 这就可以了 而且上牌的过程呢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就是不要钱 不要任何钱 所以大家 电动车如果没有上牌的话 尽量还是早一点把牌上了 上牌对你这个安全驾驶啦 以后这个车辆 如果发生故事情况找回都是很有好处的 好了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 好了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